同学们欢迎来到我们第14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的进度已经到第29次了 你看上一期是泰拳 你已经学了超过三分四 已经进展到第29次 我们今天要来学的相较于第13天的转身蹬脚 今天学的是进步摘锤 这是新的招式 进步摘锤接着上部懒却尾的吕己岸 然后再接着单边 同吕己岸跟单边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以前的招式里面练过很多遍了 所以今天唯心的招式就是进步摘锤 而这进步摘锤的动作也很简单 所以度过了第13天 这复杂的转身蹬脚的这个姿势 我们今天进入了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招式 是进步摘锤 同时我会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进步摘锤 接下来的懒却 红驴几岸以及单边 我们再重新讲一遍 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些招式的动作要力 好 那么接下来就进行暖身动作 接下来同学跟着我一起来做暖身动作 首先先站好平行脚之后 再比肩膀宽度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差不多是一肩半宽 暖身动作 开始 接下来同学跟着我一起做暖身动作 物ricbook 此外音宽度稍微大一点点 同学跟着我一起做暖身体 接下来 第一個動作溫壓著石頭吐氣 少量墜落石頭吐氣 第三個動作 頂部擴充 三個動作 頂部擴充 第四個動作 左右彎腰 頂部擴充 第五個動作 頭順時針跟逆時針轉 先從順時針開始 好 接下來逆時針 第六個動作是肩部旋轉 肩膀先往後 再往前 肩膀再往上轉到後面 再從後面再轉到前面 低風作 肩膀做 一小跟風作 拍攝 倒在外頭上 先給你畫面 好 раза 三個動作 厚水 角色 第七个动作是雄睛 第七个动作 第七个动作 就是手臂的伸展 第七个动作 第九个动作 左右弯腰 第七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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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过香 第七个动作 前后打车轮 首先由后往前 第七个动作 身体左右摆 身体左右摆 第七个动作 双手交叉 弯腰吐气 第七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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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胀备 拉筋 换脚 再换脚 再换脚 好 结束 慢慢站起来 第四五个动作 开胯旋梯 再换脚 暖身動作到此結束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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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的,今天課程的開始 我們一樣要再來複習一下 第13天的教學 轉身蹬腳以及左右樓西腰部 大家跟著我一起來練習一下 轉身蹬腳的方位是 朝上9人中的位置 它的前一次是左分腳 左分腳,腳收回來 左手正確的方式是在當的部分 但為了讓初學者容易學習 我在課程有教到你可以把手放在膝蓋的右邊 右手一樣在右邊胯的旁邊 左分腳轉身 左分腳轉身 腳可以先放下來 凳腳 然後左樓西腰部 再接右樓西腰部 左右樓西腰部的位置 我面朝鏡頭再跟大家做一次的解釋 轉身蹬腳收腳下來之後 左腳往前踏下去 這個時候左腳是跟身體方向同一個方向 譬如說左腳正確的方向是朝上9點鐘位置 然後我們做一個樓西腰部 所謂的樓西 這個東西叫樓西腰部 左腳在前 我右手往前 就是腰部 所以腳跟手不同的方向 這個叫腰部 然後做完左樓西腰部 我後座 後座的時候 左腳會打開成45度 然後右腳再往前 右腳往前拉的時候 右腳會朝向身體正前方的方位 正確來找 右腳又是朝向這個樓西腰部 右腳又是朝向身體正前方的方位 再做一個右樓西腰部 右樓西腰部的定式 就定在前七後三 這就是左右樓西腰部 再跟我做一次 轉身蹬腳 左右樓西腰部 前一次是左分腳 右腳轉身 蹬腳 左樓西腰部 右樓西腰部 右樓西腰部 好 腹血完了 轉身蹬腳 左樓西腰部 我們從頭 再打到右樓西腰部 好 大家跟著我一起練習一下 好 站好 預備 預備 開始 起勢 左樓西腰部 左樓西腰部 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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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反边 提手上肆 靠白鶴亮翅 揉膝腰部 鸟伸 手揮琵琶 揉膝腰部 进步 斑 然 垂 如风 四臂 十字手 抱虎归山 铝 按斜单边 走底看锤 到你后一 到你后一 二 三 斜飞四 云首一 云首二 云首三 单边 下四 右荆棘独立 左荆棘独立 右分角 左分角 转身 转身 顿角 左揉膝腰部 右揉膝腰部 右揉膝腰部 好 那我们从头 再接着练习一次 好 站好预备式 预备开始 二十 七四 七四 左膨 右膨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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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靠白鹤亮翅 肉吸凹布 鸟伸 手挥琵琶 肉吸凹布 颈部 斑 蓝 垂 如风 势必 十字手 保护归山 铝 击 按斜单边 走底看垂 到你后衣 二 三 斜飞四 匀手 匀手一 匀手二 匀手三 单边 下四 右 右金鸡独立 左金鸡独立 右分角 左分角 转身 顿角 左楼 销布 右楼 销布 那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今天的进度是 第29是进步摘垂 以及上部揽却尾 彭侣几岸跟单边 所以今天的姿势呢 我们方位会从这个9点钟位置 透过单边的转换 我们就会转到这个3点钟的位置 那同学们先看我做过一次 今天完整的动作 那我们正确的方位是朝向这个9点钟位置 因为我们原本的前一次是右肘细腰部 就是朝向9点钟的位置 右肘细腰部右脚朝向9点钟位置 左脚稍微往左开 大约朝向1点半或是2点的位置 但这个时候一样要注意到 有没有一间宽的宽度要出来 这是右肘细腰部的定势 右脚前七后三 右肘细腰部的定势 层肩最走 记得立身中正 这都是所有他以前在打过人中的要领 立身中正 非常非常的重要 做好立身中正 甚至比拳架打得好 打得漂亮 对你身体健康的帮助你来得更大 好 这是左肘细腰部的定势 先看我做一次今天的招式 进步 栽锤 上步 红 铝 挤 后座 后座 按 单边 抓掉手 掉手送出去 好 我们通过单边 又把方位从九年钟位置移到这个三年钟的位置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进度 进步栽锤跟上步 蓬驴几岸跟单边 所以真正今天的新的招式其实只有进步栽锤 因为度过了昨天这个极为困难的转身蹬脚之后 我们安排比较轻松一点的进步栽锤当中今天的练习 好 接下来我们做进步栽锤 以及上步 懒雀尾 蓬驴几岸跟单边的招式详解 好 今天新增加的招式叫做进步栽锤 我先面对镜头 十年钟位置 来跟大家解说一遍 它的正确方位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转身蹬脚之后 是在三年钟的位置 所以进步栽锤是朝向三年钟位置 但为了方便解释我们朝向四年钟位置 给大家做一次说明 好 进步栽锤的前一次是右褥锤腰部 它的定式是前七后三 好 做一个褥锤腰部的动作 接下来后座 后座的时候把右脚的逐尖打开 朝右45度 朝右45度的时候 我右手同时握拳 这时候握拳的时候 虎口是朝左右 好 再看看是右手握拳 左手是慢慢的往下落 差不多落到当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动作就是从前一式 右褥锤腰部的定式 后座 后座的时候 这时候右手握拳 然后我们做进步 这个叫因为 我们朝式名称叫进步栽锤 所以这个时候 握拳之后 我就做进步 好 有没有 我这个时候是已经做进步 然后我拳也准备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就开始要栽种 这时候我左手护在这个当步 后座再看一次 右褥锤腰部的定式 右脚跟身体同一个方向 操向正前方 右褥锤腰部 后座 这个时候是握拳 左手缓缓下落 进步 然后我们身体慢慢往前 既然是栽种的话 身体当然要慢慢往前 然后有一点围寝下去 栽种 你要种东西到地上 农夫要插秧 但是不能弯得这么低 农夫插秧 我们就是虎口 这时候从原本在这个地方 虎口是朝左右 我们开始在转层 朝上 虎口是朝上下 然后左手你可以看到 原本是户在这个当部分 我左手是做一个褥锡 右手是往前 做一个摘椎 这个就是进步摘椎 它名称的意义 一个是进步 一个是摘椎 摘椎 然后又是一个锤 这个时候锤 我们这个拳面是朝前 朝前这样打下去 这个是进步摘椎 有时候你从这个招式的名称 你可以理解到 它究竟想要动作是什么样子 我们打拳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去意会到 原来它是这个意思 再看我做一次这个 进步摘椎的完整动作 进步摘椎前一式是右摟 是腰部 后座 握拳 进步摘椎 所以摘的时候 我侧面给大家看 摘的时候 身体是围倾 围围有一个角度往前倾 然后右手就是摘重东西 重到下面 左手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摟犀的动作 所以我身体就是这样子 转过来 然后透过跨往前的时候 我右手其实不是自己往前债 我右手其实是随着跨 就跟我们柔西奥不一样 我右手随着跨 慢慢从全是虎口朝左右 变成朝前 我虎口这时候是朝左右 变成朝前 这个是进步摘椎 眼睛斜斜的往前面地上看下去 这个是进步摘椎的定式 那进步摘椎的定式 它的重心一样是 跟左右柔西奥不的定式一样 都是前七后三 所以我做右柔西奥不定式 前七后三 接下来接进步摘椎 一样前七后三 这是进步摘椎的定式 这招式的确比我们前一天的招式 转身蹬脚容易许多 所以今天真正只教一个 进步摘椎是新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 做蓬余几样跟单边 那由于我们进步摘椎的时候 是往下摘中 所以身体是围倾 那我们身体还会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 上部的揽却围 揽却围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彭律脊按 就是手这样子在转换 有如手在揽一个却的尾巴 这个就是揽却围的意思 其实就是彭律脊按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到揽却围 就是这样子 彭律脊按 就宛如在揽却围的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们动作现在是往前 身体微微的向前请 然后我们会站起来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上步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叫做上部揽却围 就是因为我原本是往前请 然后我们会起身 然后做上部蓬余几岸 这叫做进步摘锤 接下来接上部揽却围 彭律脊按的意义 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 帮大家再复习一下 整个揽却围 彭律脊按及单边 它的动作要力 好 进步摘锤 那我们要接上部蓬余几岸的时候 因为我身体要抬起来 我重心又要移到后面 我会进步摘锤完之后 身体后坐 这时候双掌摇摇相对 然后左脚往左开 通常我们左右揉西摇步的时候 前脚都是正对身体的正前方 但是因为我们要再往前的时候 那个脚就会再开四十五度出去 所以是进步摘锤 这时候我们要起身了 掌心摇摇相对 我左脚也往左打开 然后右脚就上步 这是为什么叫上步揽却围的关系 再看一次 进步摘锤 上步 然后我们开始 原本掌心是摇摇相对 这时候我们就上步就做一个棚 就是掌心就慢慢合起来 来做一个棚 右棚的动作 然后铝 这是揽却围的动作 挤 然后后坐 再往前做一个按 好 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揽却围 棚与挤按的动作 进步摘锤 这时候往下摘中 记得往下摘中 你就知道说右手握拳 虎口是朝上 进步摘锤 然后后坐 左脚打开 上步 捧 这个时候就是右捧的动作 然后后坐 这个时候接铝 铝的时候 右手掌心是朝向自己 左手是护在走的下面 身体往左转 手往下放 这是铝 往前 重心往前 挤 这是手 自然 左手慢慢的往前 右手其实是没有动 右手是跨在转的时候 随腰跨而起 所以就是 铝 这是铝 挤 然后在后坐 再按 按 按就是慢慢的往前 按就好 不用按得太前面 再看一次 这是棚 铝 双手往下挡 挤 后坐 再往前 按 好 重心前七 后三 按 接下来就接一个单边 我们这方向是朝上 九点钟位置 我们会转到三点钟位置 再接 透过这个棚 铝 挤 挤 后坐 按 再后坐 双手平放 记得层肩哦 很多人这个时候 肩膀会融起来 所以记得层肩 最轴 立身中正 好 我们在主师爷的这本 黑笔书上面 通浪 就会讲说 这些动作要力 因为每一个招式都需要做到 所以他就写不再贼述 就是不再讲了 那对出现者来讲 我还是一直提醒大家 立身中正这件事情 上步 彭 铝 挤 后坐 按 承肩最轴 立身中正 后坐 双手放平 然后以左脚为轴心 转 做单边 右脚转到十点钟位置 抓掉手 掉手 松出去 这时候 左脚以脚尖为轴心 也转 把左脚先收回来 再往左边跨出一步 这个时候跨的步伐 因为你要让自己转过来的时候 有一肩宽 所以自己要去抓你身体的感觉 收回来的时候 通常会比你觉得够宽的时候 还要再宽一点点 这是身体的感觉 自己要去感觉 收回来 再往左踏出去 然后再转过来 然后你低头看一下 有没有一肩宽 一般初学者来讲 你都会觉得说要抓得大一点 这样转过来 才会要一肩宽 好 单边 转过来 转腰翻掌扣脚 这时候的身体的姿势 身体是朝向三点钟位置 左手是在我的胸口前面 右手是抓掉的手 面对的 十二点钟位置 然后重心是前七后三 这个就是单边的定时 这样子 好 那么今天第二十九招 进步栽锤 接上步揽却尾 彭旅己岸 再接下来 转过来接单边 这招式今天是比较好学 但他又接着 彭旅己岸 跟单边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说 彭旅己岸跟单边 是太极拳的基本 特别是彭旅己岸 三点七式太极拳 从起始完毕之后 就是彭旅己岸单边 而特别彭旅己岸 又是基础中的基础 要把它学好 而彭旅己岸是可以做连续动作 先站好一肩宽动作 右脚往前 往前的时候 就直接做一个右捧的动作 双掌摇摇相对 然后做一个 彭旅己 后座 按 按完之后 直接再做一个右捧 双手 再做一个摇摇相对 再后座 旅己 后座 按 这个就是彭旅己岸 你可以做连续动作 一般我们在太育拳 的练习场里面 做暖身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这个 彭旅己岸的连续动作 但太育拳里面 在三式太育拳 其实我们只做 左边的彭旅己岸 我们在练习场里面 在练习的时候 会做进阶 会再做右边的彭旅己岸 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讲 你先学好 左边的彭旅己岸 连续动作 跟着围棋来做 彭旅己岸 再接 彭旅己 按 再接右彭旅己 后座 按 再接右彭旅己 后座 按 再接右彭旅 彭旅 己 按 同学们平常在家 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彭旅己岸的动作 因为我们在太育拳里面 我们一直用到这个彭旅己岸 就知道说 它的动作 而它是可以单独去做练习 太育拳里面 有几个招式可以单独做练习 例如说 彭旅己岸 本身可以单独去做练习 云手这个动作 也可以做 重复的练习 看你是要一直往左边动 往左边的方向一直走 还是说你是定步 定步的方式 去做云手的练习 这都是可以重复一直做练习 倒铃喉动作也是可以一直做练习 你可以一直往后倒 一直往后倒 不只说我们一般倒铃喉只倒三次 你可以一直往后倒 然后最复杂的 运你穿梭我们还没教到 它也可以运你穿梭一直做练习 等我们教到运你穿梭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教学运你穿梭怎么连续动作来进行 但对初学者来讲最重要还是你要练习这个彭旅己岸 因为它在很多很多太极拳的动作里面都会做到 这是太极拳的基础中的基础 好同学们再跟我一起练习一下 今天的进步摘锤 以及上步揽雀 彭旅己岸跟单边 那进步摘锤的正确方位 就是在三点钟的位置 它的前置是右肘膝部 右脚朝向身体的正前方 三点钟的位置 左脚朝向一点半位置 记得要有一肩宽出来 这是右肘膝部 这时候右手握拳 然后右脚朝向四点半位置 进步摘锤 上步 满雀尾铝 鸡 按 单边 抓掉手 掉手送出去 转腰翻掌扣脚 这是今天的29式 进步摘锤 以及上步揽雀尾跟单边 同学们跟着我再做一次 右肘膝部 进步摘锤 进步摘锤 上步 蓬 驴 鸡 按 反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头开始 达到今天的进度 第1试到第29试 完整的摆一遍 我们每堂课都多增加不同的招式 所以透过一再一再的练习 你就越来越熟悉 三七式的招式 好心 立正正好 立正中正 预备 开始 起誓 左膨 右膨 旅 按 反边 按 反边 提手 上肆 靠 白鹅 亮 刺 揉西 凹步 进步 搬蓝锤如风 势必十字手 保护龟山 旅 击 按单边 走底看垂 一 二 三 斜飞四 匀手 一 二 三 单边 下肆 金肌独立 右分角 左分角 转身 顿脚 左褒 下股 右褒 下股 上股 捧 鱼 鸡 鸡 按 单边 到单边的定式 就从头开始 达到今天的进度 再做一遍 好心 立正站好 立正中正 预备开始 启示 左棚 右棚旅记 按单边 提手上四 靠白鹅亮刺 揉吸 凹步 进步 斑蓝锤 如风 四致 十字手 保护归山 铝锤 铝锤 按单边 走底 看锤 一 一 二 三 斜飞四 云爽 一 二 二 三 单边 下四 二 荆棘 独立 右分角 左分角 转身 顿角 左楼 下五 右楼 下五 右楼 下五 上五 捧 铝 鸡 按单边 好 到单边的定式 好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课程就到这边 同学们休息几分钟 接下来我们做收工动作 我们做不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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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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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进行收工 双手向下挥 前后摆动 双手向上 前后挥 加快 接下来双手左右撑 双手向下 然后双手拖天底三胶做三次 双手向下挥 双手向下挥 双手在单铁的琴面 吸 吐 吸 吐 吸 吐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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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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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o 接下来把今天所学习的功法 柔成一个球给自己 先 zeigt 对 点 它 st 不 接下来左手丹田右手百慧 右手到丹田揉丹田 左手丹田揉丹田揉丹田 左手丹田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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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田 左手丹田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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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